1948年国共在打内战 蒋介石非常需要美国的援救 而当时蒋介石在美国大选中 押保杜威 共和党的杜威 而贬抑民主党的杜鲁门 只有最后大选的结果 杜鲁门赢了 杜威输掉了 杜鲁门当然很生气 民主党当然很生气 所以对国民党整个的外援 全部都终止了 现在的历史也可能会重演 历史为什么可能会重演呢 因为蔡英文又把他所有的宝 全部压在特朗普的身上 而且台湾的媒体跟着起哄 不断地去黑拜登 然后去拉台 去吹捧特朗普 有人就说 全世界最捧特朗普的地区 那就是台湾了 而且台湾捧特朗普 黑拜登已经到了畸形病态的程度了 这一种高度不平衡的状态 极可能会对台湾未来的美台关系 以及台湾的情势 发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 如果最后是拜登赢了 蔡英文势必要改报拜登的大腿 可是蔡英文要报的大腿 从特朗普转移到拜登 拜登给不给报呢 或者要多久才能报成呢 这中间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 美台关系的不确定 第二个我要谈的 它造成的影响是 如果蔡英文要继续要转报拜登的大腿 他要不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是特朗普连任呢 那特朗普的奸商的性格 他会不会坐地抬价呢 这对台湾来说也是重创 第三个影响 即使特朗普连任 可是依现在参议院跟众议院的选举的态势 民主党原来在众议院就占得多数 参议院呢 民主党也可能这一次赢了共和党 那这一来参众两院 美国整个国会都在民主党的手里头 民主党恨不恨蔡英文呢 恨不恨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的偏颇 以及权力的相助共和党呢 会不会报复呢 所以最后要怎么收场 所有的代价成本都要台湾来背 未来一定会对台湾造成重大的冲击 也制造了美台关系非常不确定的状态 也使得美台关系陷入我所谓的空窗期